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大众占卜来到了我们新的一年 所以今天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如何达成你今年想要做的事情呢 或者是你如何变成更好的你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抽象 反正就是你今年有些新年新希望想要做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办法更能够让它符合你自己的期待呢 不管是各方面啊,跟别人的关系都好 所以这部分我会简单的跟大家占卜一下 就是你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那这个主题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那因为毕竟我们通常都只有三个选项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不概括式的诠释 给大家参考 那首先呢,大家就看到现在在桌面上的这三张牌 大家去选一张你觉得最顺眼的去挑就好了 那接着我们就进到左边这一堆牌的解析咯 那首先第一堆牌呢 我们先来抽桃花牌了解一下各方面你的情况 那桃花牌通常也比较偏向于 真的这一年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挑战那些的 可能有时候是你面对外在刺激所带来 你吃的反应,还有感受比较多 那在洗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自己的这一年,你期待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你预期到今年已经会发生的事情有些什么呢 那你自己有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 这一副牌比较厚了,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好抽 那首先我就直接截了桃花 好,稍等我一下哦 我觉得今年的你啊,其实是一个有很明确的事情要做 然后你也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 那更多的时候你是从一个比较高处去看一件事情它的行程 所以你可以从大局观去处理很多 你本来其实可能觉得比较没办法处理好的事情 那今年得到了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 比如说你可能职位有变换 又或者是说得到别人的启发 可能是长者,可能是你尊敬的人 你认识了某些不一样的群体 让你对你自己的事情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不同角度的理解这样 但是你也会开始觉得 可是有一点怀疑说 我真的是那一个可以去把这些事情做好的人吗 其实你对于你在看待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多半是不一定真的有那个自信去做的 甚至是可能你以前有某些不好的经验 虽然你还仍然努力在你想要的道路上 但是你会对自己有所怀疑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吵神的那种感觉 但事实上以前那件事情它已经离你越来越远了 所以你今年会得到某些新的启发 也让你开始思考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开始去推动 不过这也代表着说 你要推动的时候 它势必就会有一些考验到来 那你能不能去接受那样的考验到你眼前 然后你看到那个考验出来的结果呢 你的心脏够不够强大 够不够大科 去接受一些在你面前的现实 那些现实其实都是一时的 比如说它是这个物质世界给予你的一个考验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像是证照考试啊 或者是一种面试 来去通过这个考核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那个资格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 但是就要看你能不能去接受那样的现实 变成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更朝你那个理想脉性 这个一时的审判 一时的考核 可能是一下子的 它只是你过程中的一个中继站 我们当做休息站好了 那通过了这个之后 你可以更知道你的方向在哪 所以如果在今年你遇到任何类似于需要考核啊 然后呢看到你的成绩结果出来的啊 这种的事情的话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阻挡了你要迈向的那个方向 因为它也只是对你来说 你的人生当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岔路口 那这个岔路口之后 你永远都有选择权去看待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如何选择你的下一步 好 那这是塔路牌的部分 那我会把每一批牌呢都先解析过一遍 然后我们再用其他占卜卡 解析完之后才会同整来去说 我自己对于这整堆牌它的概念是什么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占卜卡 那一样我们是用牌业占卜卡 那我们先看一下你今年呢比较偏向是在哪一部分 这张牌抽到happiness 我不知道现在在看这支影片 你可能想说啊那什么是happiness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身心灵富足的状态 今年你要去注重的主题就是你身心灵的富足 你有没有真心活在当下的那种感受与愿 那我们来抽一下那关于这部分在今年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有哪些 如果这样顺着去解析的话我觉得因为你今年的主题是happiness嘛 就是你的愉悦自在的这个主题 其实就代表说你遗忘可能对这部分你不是特别的注重 然后现在是时候你要去脱离你的某些状态 可能忧郁的状态无力感的状态等等的 你在思考你要如何去脱离 那也正是今年这个时机作为一个过渡 让你能够未来影响2020的一个中继点 所以就要看你要如何在这个绝佳的时机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自己呢 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说你去在意非常多的人 在你身旁的人对你造成的影响一直以来 所以可能造成你自己因为多于去想别人很多 同理心很多 在意别人的感受很多 所以我会让自己身上多了比较多困难点 不管是在财务上或者是时间上 你很难在其中去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这里面看到的是说 你财务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小困难 可能在你想要脱离这样的状态的同时呢 其实有一些事情是要解决的 例如财务上 然后还有你自己想要顾及的很多人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很多你在乎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去权衡其中的平衡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很在乎你身边的人 他们会影响你自己的快乐的话 那这就是你今年要去 决定要如何平衡的一个主题了 那当然财务上是不可或缺的 金钱是能够维持这个平衡 一定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你如何去思考到说 为了你的快乐 那这个财务的部分的问题呢 可能他有些东西是可以舍弃的 有些物质上的享受 他是可以舍弃的 来去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平衡 可能我们花的少一点 我们金钱赚的少一点 你一样可以获得快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是如何思考的 哪些是重要 哪些是还好 你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是在哪里 这可能你以前没有理解清楚 现在是时候该好好地思考的 那我们最最最后 来看你今年的神韵卡 想要告诉你什么样的建议 我一直都觉得神韵卡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可以代表说 你可能心灵上需要什么样的疗愈 是一种对你的一种启发 那当然塔罗牌跟其他的牌 它是告诉你说 预示着今年可能会有哪些事情发生 需要你去进步险有个心理准备 或者是看到你一些盲点 但是神韵卡更是从个心灵层面去告诉你一些答案 这帐牌其实很多人可能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那我简单地说就是 我们用身心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来到人间去做工作 我们可能说我们有个人间的工作 比如说你是公务员 你是哪个上班族 你是服务生 各种各种的工作 它是一个我们为了在这个三维世界赖以为生的一种 工作 但是也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有另外一个使命的 就像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跳脱开来这件事 光是你有这个经验 它可能就是希望你这个灵魂去经历 这样从一个困乏忧郁的状态 跳脱出来的一个过程 这个经验是这个宇宙所需要 也是你要经历的课题 那这个课题未来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成长的养分 比如说你去分享这个经验 它会不会变成一种 你未来的另外一种使命的工作呢 这个是可以去思考一下的 比如说你一直以来发生过的很多事情 其实它可以是一个 分享出来给大家的一种养分能量 你以前可能不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分享 是可以带给别人好处的 那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会不会除了你原本的工作以外 尝试着去做一些你的创作 它会不会能够让你的心灵更富足呢 所以纵观全部的陶楼牌还有占卜卡 我觉得它同时在现实层面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状态必须要跳脱开来 但这个跳脱开来的过程 它可能不是太简单 也会让你在物质层面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其实你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协助 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 或者是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样的难关 他们告诉你说 欸我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开始给了你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角度 反而去思考你现在面对到的问题 所以让你更有勇气去执行下一步 那这个下一步它也许不会很简单 就让你马上可以踏出下一步 然后呢马上行动很快 因为你在一个过渡期当中 不过你已经知道说 嗯是时候我该拖敌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你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协助你 遇到的那些人 你说缘分吗 然后呢很有趣的是 他们就在你身旁给你这些力量 让你想要开始改变 选择你真正想要 往理想自己迈进的那个下一步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你还是要去接受一下 今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正痛期 但是同时你也有受到支持 所以这样相辅相成之下 可以慢慢平衡你的内心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那以上就是左边这一堆牌我的解析 接着第二堆牌 我们先从淘宝派开始 请大家可以开始想着 你今年可能会遇到些什么事情 已经有预期到的 然后还有你觉得你今年有哪些目标 以及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景 就这样想想看 然后还有身旁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 然后你期待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开花结果 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这些都是可以你在我洗牌的过程中 慢慢去思考的 虽然我们是大众 哎呦不喜欢跑出来 虽然我们这个是大众占卜 但是我觉得在你这个思索还有 有点像在你大脑中 像投影片一样这样略过很多 你想到今年要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解释 所以为什么我都不太会略过洗牌的这个步骤 因为我希望大家不只是为了看答案 一部分也是为了说 在这个过程中去理解 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接下来你应该要如何迎接这个 崭新的一年 我们先就塔罗牌的部分先解释 简单来说我觉得 今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然后也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年 然后你处在一个可能比较像是 内在在清理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是外在的人 他们不知道看不出来的 但是你自己很清楚 你正在影响一个改变的未来 那这个改变呢 你能不能去顺应这个改变 让这个改变变成对你是有好处的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是如何去应对 那些改变的刺激了 因为今年你可能会感受到 不是那么的被支持 可能身旁的人啊 其实不管是情感上的支持 或者是金钱上的支持 可能你都会感受到有点困乏的倾向 那这个困乏呢 可能是只是意识的 比如说资金突然周转不过来 然后或者是 你想要用大家约起来的句 大家刚好都没空 你突然觉得很难过 然后或者是说 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都很忙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这样 然后会让你顿时觉得 自己好像是被抛下的那个人 或者很孤单的那个人 好像你身旁的事物开始有所改变 但是可以知道是说 可能是大家都在改变 你自己其实不知不觉在改变 你只是没有真的很深刻的发现而已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这个感受里面去探索 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比如说别人已经开始改变了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从这个过程中去思考说 那如果没有很多人在身旁陪我 比如说过往那个阶段的朋友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了 那我现在有没有开拓自己 新的朋友圈呢 我能不能去找我新的兴趣呢 你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去研究 去走什么样的路 对你来说是 你自己有兴趣想要知道的 这可能是你现在可以去思考的 因为过往可能没有机会去这样思考 比如说都有人陪啊 然后很多朋友啊 或者是情感上不会觉得哪里不富足 然后生活都很稳定 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改变 可能一时间你不是很能够适应 稍微觉得有点困乏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一时也会让你觉得很迷惘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生活 或者跟大家相处呢 但事实上不是别人真的对你不好 或者是真的要抛下你 而是说你自己可能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清理 跟他人相处的关系上 对于跟每一个人相处 你自己的看法 可能也是你自己要理解的点 所以其实你是在情感的大海里面去探索 你自己那个真正感受到底从何而来 那这部分是比较偏向是你今年的课题 但是我觉得看下来 其实不是会发生多大的事情 它可能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慢慢在这个里面去探索的过程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占卜卡的话 你今年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的主题是love 其实还蛮符合的啦 就是因为你都在探索你的情感嘛 其实就是爱的部分 那我们看看关于爱的部分 你自己可能会遇到哪些事情 就是透过占卜卡来去看一些实际上的事情 因为淘楼牌看的是比较大局观 可能包含你的心灵层面 那占卜卡可能就会包含了一些 不只是心灵层面 可能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会有 然后 会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感觉 也很多人会觉得 欸 淘楼牌讲的好像就是 一个状态 一个感受 然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可能那个会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好像有点抽象 有的人会这样认为 所以呢 我才会服役就是占卜卡来去 跟大家做解析 我还是不知道今年你 有没有什么会回老家的经验 可能会待好长一段的时间 可能你会在那里发现你自己说不定 那我会说老家是 我们这边有个old woman 就是可能是奶奶啊 长辈啊 然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你真的内心所想的某些事情 其实它就突然在你心中出现了答案 因为你处在那个氛围 那个环境让你发现 某些事情可以迎刃而解 然后呢 你可以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更明确 那你以前可能对于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说太知道那个是什么 又或者是说 你一直都不觉得你自己在你那个理想的状态里面 但殊不知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拥有了很多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过程中 可能是跟别人相处啊 谈话啊 建立这些关系之间 你发现的 那你不一定在老家 也有可能你认识了一个长者 他告诉你一些人生的哲理 然后也可能是透过一本书 他的作者是一个年长的女性 她的生命历程 带给你了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那个思考角度 可能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 那关于你如何看待你的家人 你的关系这些东西 因为今年主题比较偏情感嘛 那跟别人相处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距离 以及你如何看待 你跟他们维系这个关系的方式 是你今年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收获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说 你以前有曾经想过 你对于你自己的关系 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 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那今年你可以慢慢的去探索看看 那我们来看史密卡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巧 好 因为我们 你的第二堆牌 其实就是一个 爱的一个主题 那 这一个呢 就讲到说 How can you mother yourself 其实就是说 我们自己能不能是那一个 最宽容关爱之心的那个人 因为妈妈通常就是 在从强保中 慢慢抱着你长大 直到你长大 都还是帮你当成个孩子一样 非常的宽容 然后关心 所以 你自己在去做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我说 你可能会发现你身旁的关系之间 在逐渐的改变 或者你突然觉察到说 什么样的关系很重要 比如说父母很重要 你要珍惜跟他们相处的世界 比如说哪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络 你去联络他 或者是你的亲密爱人 小孩都有可能 那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你身旁的人 他们已经逐步在改变 这是你意识到的 那你如何去同时 当那一个在陪伴自己的人 你可能身旁的人 不一定能够随时的支持你 或在你身边 那你如何维持你的身心平衡 你的那个爱饱满的程度 再带给你重要的人呢 那重点就是 你自己有去疗愈你自己 你去当那一个 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站在你自己身边的那个 像妈妈一样的角色 因为有时候我们跟自己对话 或者是跟外在相处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 我希望从外在来去得到爱 得到什么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连自己 给自己的爱都不是很够多的时候 那你要如何去求别人来先给你支持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支持自己 那旁人也很难说 用一个正向的能量去支持 就像是我们不喜欢去接触太负面能量的人 如果我们已经很正面的去陪伴自己 关爱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爱 去爱自己的时候 那这样而来 你散发出来的能量 常就可以吸引更多 会支持你的人以及家人 所以不管是不是 对外的人际关系 包含对你的家人也一样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看的话 其实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因为你是充满能量 充满关爱的去跟他们相处 其实他们会更愿意去跟你说说他们的事情 那这样是一个正向的能量循环 那以上就是第二堆牌 我的解析 来第三堆牌 我们先从塔罗牌开始 现在你可以开始想着 今年你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 以及你预期你有哪些目标 以及想要达成的里程备 可以先从这方面来去想 然后一边 就是我的洗牌 清理一下给现在的心情 然后准备听听接下来的结果 虽然我们是大众占卜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清理啊 的过程 其实有时候是比 真正占卜的结果还要重要 因为占卜的结果很多都是 给你一个小提示 你可能可以注意哪方面 但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你自己觉察到 你自己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那是更为真实 存在在你心里的东西 好 所以为什么我都不会去跳过 洗牌的过程 这边跟你们说说话 因为毕竟 那个大众占卜就是在过年 小年夜的前一天嘛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都准备好就是 收拾行囊回家去 好 现在我不解释掉的牌 好 现在我不解释掉的牌 我是很随性的 这牌真的很硬 好妈妈 哈哈 先收起来 神奇的出现了刚刚同一张牌 好 稍等我一下哦 还蛮神奇的景象 你可能会在某些事情来到一个结尾 或者是结局的一个过程里 发现一些过程中 可能需要检讨的地方 所以简单的说 你的这整年啊 它会充斥在一个 你不断需要在很多事情当中去做抉择 然后以及在朋友之间去打转 像花蝴蝶一样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也会发现说 你跟朋友之间的相处 哪些朋友是真的好的朋友 哪些朋友可能是不OK的 那今年特别可能会发现一些不OK的 然后 能在你背后会说一些话的人 也说不定 这可能这是一个举例 那又或者是说 你发现你跟哪一群朋友 你比较能够死亡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转变 可能你自己也在改变之中 然后 你的工作啊 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然后呢 你会把你的时间排得满满满 然后要小心 你可能会很难在这之中 去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就是晕头转向 就是左边做完 再去做右边 中间又来之类的 就像这样 就是 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完成 那可能你的大脑 会有点过载当机的感觉 但是你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个 还不错的成果 不管是 在任何方面上面 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它是能够 让你觉得 你有达到一个一定的里程碑 你是开心的 不过你也会开始觉得 好像有点 不是很确定 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 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比如说 你本来是希望得到升迁好了 但是 这个升迁 得到了 却发现 这其中好像跟你想象的 有点不一样 然后你开始觉察到 有些东西需要调整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 去调整成 你更想要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 从这个工作发现说 开始以为 你身上主管是为了 能够去带领大家 但后来发现说 主管 可能你对外 有一个更新的角色 需要去沟通 比如说对待客户 又是新的一个方法 不单单是 在你的那个组里面 去带领大家的这个 客体而已 它会多了很多个面向的东西 要去学习 那这是 你开始察觉到之后 发现 其实会很容易 让你晕头转向 也很累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 可能 会被很多的事情 纠缠 不清 但是 其实整体来说 看起来 你的外在外险的是OK的 只是 你自己心理状态啊 或身体状态 可能需要多少 注意一下就是了 那我们接着 我们来 看一下 我们的 今年的主题 你 你今天的主题是 success 就是成功的意思 嗯 世界牌是有点呼应的 我觉得 我不喜欢讲它 单单是在职场上 或赚钱这种 得高望重之后success 比较这样的就是 它是在 你自己想要走的领域 你想要做的事情 它得到一个 阶段性的成功 你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其实我们的主题牌里面 有一张是career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工作上的话 它不会是success 它也可能是 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你想要买房子 你终于买到了 买到一个你理想的房子 这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毕竟占卜 我觉得它有说 不会是一个 很直白 很像魏卜先知 一样知道的这件事情 而是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你今年的主题喔 有点两极耶 就是 不可能我看你的淘楼牌 也是 就是外在外形得很成功 很好 但是同时 你也发现一些问题 需要去调整 然后 突然世界也是稍微有点 让你觉得 不太一样了 的那种感觉 所以 纵观下来 我们看到占卜卡 其实你会 得到一些好消息 好事情发生 在你身上 但同时 你也会有一些 你自己的事情 让你感到非常的悲伤 不管是 你自己是有方式 可以抵抗这些 比如说 你的心脏很大壳 能够去抵抗 那些外在环境 带给你的哀伤 或者是刺激 又或者是说 其实你身旁 有很多支持你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 可以给你很大的 支持的力量 所以你知道 如何让你的心灵 心情去修复 那我觉得这样 整个听下来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可能你会那种 冷暖交杂 非常的频繁 那你能不能 心脏足够强壮 来去接受那样的变化 刚好这支 抽到占卜卡 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所以我讲的 比较快一点 那最后 我们就直接看到神域卡 我觉得简单的说 就是告诉你说 你在追求你这个 成功的道路上 这个过程中 也许有很多自我怀疑 或者觉得 为什么我走向这个路上 外在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其实里面有好多事情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很多人不知道 需要去调整 去处理的 然后 有时候会对自己 有点 想说 为什么是我要遇到 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我想做这事情 却会有这么多的阻挠呢 那 我自己看到 最后这张牌 神域卡 其实我的感受就是 你真的不要去担心 过程中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因为最后 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你就是勇敢去冲就对了 刚刚我说是一个结果 但它可能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成果 那那个阶段性的成果呢 它绝对会是你要的 但绝对不会是一个 真正的终点 而是你享受在那个过程中 你追求的那个过程中 你如何让它变成一个 可以疗愈你的感受 而不是去聚焦在那些 好像过程中 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 发生了需要你很劳累的事情 或者是你如何去 调整你自己的步调 让那些事情呢 不会变成让你痛苦的来源 而是说 它是让你走到成功的 每一里路呢 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走的每一步 我踏出去了 其实 所有人都会来支持你 因为那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真的很积极的 朝向那个目标迈进 那么它成功的路上 当然会有一些阻挠 没错 但那些阻挠 每一个阻挠都是为了 让后面那个成功的果实 更加的甜美 只要你一旦这样想 其实是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 你都可以非常充容的去面对 与解决 然后当然 也就不会被它影响太多的心情 所以以上是我看了这堆牌之后 我对这些牌的解析 希望有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看完我们农历新年之前的最后一个大众占卜 也有一点久没有跟大家做大众占卜了 然后很开心能够刚好排成到今天可以上这支影片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小时候的第一副牌 那这副牌它其实已经举办了 然后现在可能想要跟大家说说话 分享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就是过去一年来的支持 那接下来新的一年 我会继续保持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频道以及开课后续的安排 好那就谢谢大家 大家农历新年快乐喽 拜拜